正义与邪恶正如鹰和羊是永远共存 有斗争不休的 当正义的力量不断增益积累 到一定程度后 必然迎来对邪恶力量的裁决时刻 以经中的怪挂正式告诫人们 承认阳善也要把握尺度 掌握方法 此时如果君子只是一味地将把小人除之而后快 便会招惹不必要的麻烦 那么君子如何决断才能不生后患呢 当人们面临这种重大的决断时刻 又该依据什么做出选择呢 台湾师范大学曾世强教授 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一经的智慧 请继续关注 崛起当局 怪呢 他是五个羊瑶都在下面 一个阴跑到最高的位置 那大家马上想到 有一个挂是他的错挂 就是把怪挂的羊瑶通通变成阴瑶 唯一的阴瑶就变成羊瑶 那个挂就叫搏挂 在搏挂的时候 我们是充满了期待 我们希望这一阳不要被弄掉 要好好的保存 才有种子 才能够一阳来复的时候 又带给我们 很好的生机 很光明的未来 现在不一样 现在大家眼睛瞪到 这唯一的一个阴瑶 都想赶快把它干掉 可是你特别要小心 不能因为要把它去着而后 快 你就快快快 去把它干掉 那会惹祸的 你要特别谨慎 因为这一阴呢 它能够由下往上爬 爬到那么高的位置 你不要太轻松的去看它 这就是我们想到 水浮传里面的一个故事 大家都知道 高求是个大坏蛋 梁山伯这些好汉 好不容易把高求逮到了 第一个想杀他人就是林聪 因为林聪一看到高求 他什么理智都没有的 他就是复仇 但是制止他的是谁 是宋江 杀不得 宋江说高求很坏很坏 但是不能杀 林聪非常的不高兴 那你算什么大哥呢 可是宋江他宁可 让林聪甚至有点恨他 让大家感觉到他很软弱 他还坚持不能杀高求 这只是怪怪 你看他只有一个小人 我们五个君子 我们人比你多 士比你大 你现在又放到我们手上 一下子把它去掉 不可以 很多人不了解 高求在那个时候 是不可杀的 为什么 因为你就要当时 为了一时的痛快 把高求杀了 结果引起朝中那些奸臣的恐惧 因此他们就集合全国的力量 那很快就会把梁三波 所有108条好汉 统统歼灭掉 那什么好处呢 这就是怪怪给我们的启示 越是容易的事情 你越要小心 越是认为这个轻而易己 你越要慎重地去考虑 活旷 活旷什么呢 你现在怪怪的 最后的成果就是变成纯阳 纯阳挂是不持久的 一个月的时间 那个被你干掉的 表面上已经消失掉的阴遥 又会跑到全挂的底下来 那个够挂又出现了 那是一下子就变出来的 这些才是我们为人处事 应该好好去领悟的一些暴力 我们看杂瓜砖怎么写 怪绝影 怪就是绝 刚绝柔灵 你看五个梁刚 要绝掉一根 不要认为这太简单 君子道长 小人道忧严 君子 他越来越顺长 他这个人多势众 小人越来越困忧 可是 我们要小心 怪怪的问题在哪里 在这五个君子 他的心不齐 心不齐 就是不能团结 不能团结就内乱 有人就会去讨好 那个小人 有人就会从小人那里 得到利益 有人又这样 有人那样 各怀鬼胎 今天说我们有个团队 很大 但是没有共识 那你也没有什么用的 怪挂是十二消息挂之一 代表了一年十二个月中的三月 此时正是植物繁星 以及农作物播种的关键时刻 雨水适量 则有利于万物的生长 雨水过量或干旱 便会影响秋收的产量 因此越是到了君子 即将战胜小人的关键时刻 做决断 越要慎之又慎 那么此时 君子秉持怎样的做事原则 才能在去除小人的同时 免除后患呢 我们赶快来换挂词 怪 杨与王庭 夫号有利 告自义 不利自容 利有忧望 怪是挂语 说你要裁决一个坏人 你要扬以王庭 扬就是宣扬 宣扬是什么 宣扬他应该被杀的理由 我们做任何事情 都一定要有正当性 我们要名正言顺 就必须要把他的罪性 整个公布出来 在什么地方公布呢 在王庭 在公众的地方 而不是私底下 私底下 那就要叫做私行 那还得了 福就是诚信 好就是号令 你很诚信的 号令大家 一直认为 他是应该处决的 这就叫正当性 有利就是以警效尤 你把一个坏人去掉以后 会引起更多的坏人 因此 因此你要处使一个坏人 你一定要有杀鸡 警猴的那种作用 否则你一直杀 杀到什么时候 杀一个 就要警告 所有的坏人 你们如果 还不改邪归正的话 你们会像他一样 这才有目的 另外 当一群君子 面对一个小人的时候 我们往往是把 所有责任都怪那个小人 你看你看 事实上不是 我们一阴阳之味道 我们应该想 我今天为什么是君子 说穿了 就是因为他是小人 如果他不是小人 说不定我就变小人了 因为我有他做一面禁止 所以我才会自己自律 我才会自己约束 这就是什么 就是符号有利的 一个真正的用意 我们以诚信 来号召大家 一方面 防止上流 做最后的反复 一方面 告诉所有的人 你们现在是君子 很好 要持续 不要又变成小人 下面告诉我们 告知义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我们内部的事情 我们自己处理 疫情是完全依据自然规律 发展出来的一套系统 其中所产生的道理 不断被人类历史所证实 而怪怪认为 裁决小人 需要按内部矛盾来处理 一旦牵动外部势力 便会引起不必要的祸断 那么人类历史 是如何验证这一规律的呢 现在大家都看到 很多地方的事情 它都要国际化 明明是它国内的内政 但是呢 弱小的那一方 它就千方百计 要把这个世界 拿到国际上面去 当然其他的国家 就很有兴趣 就组织一个联合的武力 来帮助这个国家的 弱小的部分 它就造成内乱 引起外国的军队 进来干扰 不利即容 这是非常不利的事情 利益有忧望 是告诉我们 你不要心动外师 来除内放 这样的话 你才可以放心地去做 其实像这种事情 我们在三国演义 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了 何静大将军 他要处理的 就几个宦官而已 所以很多人劝他 你就自己来解决 不要去惊动外面的人 可是何静不听 他即将宣动作进京 后面就搞得一塌糊涂 所以本来是利有忧望 现在到了何静 就变成不利有忧望 古义经就是要正反两面 都把它搞清楚 你才能悟到真正的关键 段词说 怪觉也 怪挂所讲的 就是决断的道理 就是裁决的方法 甘觉柔也 刚五个羊 觉柔一个阴 五个羊 要干掉一个阴 但是 要做到 见而悦 你看怪挂的下挂 是前 是天 天行健 所以你 那个力道 要很刚健 毫不手软 但是 你不要忘了 他的上挂 是折 是月 就是你要 收到 大家都很愉快的 那种结果 你才是懂得 怪挂的人 你不要弄得 大家越来越乱 那叫天乱 那不叫解决 不叫决断 绝而合 绝是很刚健 很有力 但是合呢 是很愉快 没有怨气 这样才叫做 见而悦 绝而合 是解释 见而悦的 怎么才能 见而悦呢 就是 你的内道 要很精准 时间 要很有把握 方式 要很正当 让大家 没有话讲 让小人 也没有话讲 否则他会借口 要把我干掉 完全为你们自己的私人利益 你们纯粹就是 排除异己 公道何在 要提防这一点 杨与王庭 柔称五刚也 上六 他以一个阴柔的窑 居然凝称在五个 刚阳的柔上面 让大家想做事 都无法做 那不干掉 还行吗 符号 有利 因为 其味 乃光也 光就是光大的意思 就是让 上六 明白 自身的罪恶 读《易经》 一定要知道 处理任何事情 除了谨慎 小心之外 还要把最后 那个后遗症 事先防放 把它见到最低 所以符号有利 为什么我要很诚信地 号召大家 就是要以尽效尤 你们下面人不要动 同时告诉上面这个人 你也不要动 这样子的话 他这种 违力的信号 就会普及到 大家都知道 这样可以减少 很多后患 告知义 不利即容 所上乃穷也 上就是遵从的意思 用动乱的方法 来解决 小人的问题 那是怪挂的穷途末路 刚开始尽量地 让他自己知道他的错误 他自己隐退 他自己和解 那是最上策 实在不行 我们逼他 然后经过公开的审判 来处置他 最最没有办法 才会考虑到动物 这件事情 利 有欧望 明明告诉你说 新兵是不利的 马上告诉你 利有欧望 是什么意思 刚长 乃中也 一定要五个羊 齐心协力 把上六干掉 变成全挂都是羊 那才叫做 刚长 完成了 等到刚长乃中 才叫做利有欧望 怪挂告诉人们 只要君子怀着坚定意志 使用正确的方法 就能够去除小人 然而更多的历史事实提醒人们 在去除小人之后 往往又会涌现出新的小人 甚至君子也会便捷 重蹈小人的负责 这是为什么呢 君子又该如何杜绝 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我们来看大象状 折上一天 怪 折上一天 是自然的景象吗 当然不是 你什么时候看过那个昭折 跑到天上去 没有这种事情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大象 全部都是讲自然景象 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答案是对的 那明明不可能 为什么说它对呢 就是我们的体验不够 我们的领悟不够深 折上一天 就是朝折还是朝折 天还是天 这是不能动的 可是朝折里面的水 因为受到太阳光的照射 它会变成水气 这股水气是可以上一天的 它碰到天上的冷空气 它就会凌结 变雾 变云 然后最后变水 那个水 在天上是留不住的 它就会湿雨落 来照顾所有的着物 这才是怪怪 真正的一个用意 就是说 你把小人干掉 你的目的在哪里 你想报仇 那就不是君子 你想争取这些利益 那你还是小人 你要把它干掉 唯一的理由就是 我要使你的所作所为改变 你如果不能改变 我就来取代你 我取代你 我还是要改变你 然后把天上的余路 通通普失到大地 来发生震荡的功能 所以下面就讲了 君子以西路极下 西路极下 就是把你自己的俘虏 跟底下人分享 居得则俱 如果你把它放在你自己的口袋里面 那就等于什么 把山陆赶掉 然后把山陆的财富 你又具为自由 那你自己又变成第二个山陆 那好意义 所以我们在平乱之后 你看历史上的情况 都要开仓放粮 都要特色 就表示说 我把山陆干掉 不是为我自己 是为大家好 但是 也有另外一个解释方法 就是说 你要清楚 物质的东西 你保留太多 对你是没有好处的 你看你家里面 有很多的茶叶 结果到最后 通通过期了 烂掉了 你不是糟蹋掉了 你家里很多的米粮 你吃不完 被虫吃了 最后还是没用 但是 只有一个 德 你可以不必考虑 你说我修养品德 修养品德 我是不是过分的 修养品德有什么过分的 你修养品德是无极尽的 但是你不能标榜你自己 你不能说 这是我的德性 这是我恩德 施贿以大众 一个人 只要认为自己有功德 基本上就已经没有功德 你看 都是我救人 要不然这些人 他的实况 这种话 少讲伟名 你看我企业这么大 我养活多少人 少讲伟名 因为很快就破功了 另外一方面 我们来看 一阴在上 是不是完全不好 答案是当然不是的 你看怪怪 一阴窑在上 五个阳窑在下 在现在来讲 有另外一种解释 就是它是高高在上的 女性的领导 难道不可以吗 一定要把它 决断掉吗 没有了 因为只要上六 他能够做到什么 自己很谦虚 对大家的意见 很喜欢 结纳 他居上不交 他自己勉励自己 好不容易有今天的地位 要洁身之爱 那有什么不好 一阴一阳之味道 就是告诉我们 每解一个卦 你都要从正方两面 去体会 做不好都是死路 做得好都是生路 这才是正确的看法 人生其实是由一个又一个的 决断构成的 这些决断看似轻而易举 却暗藏着很多隐患 需要慎重抉择 然而有的人 又会因为过分谨慎 而错失了决断的最佳时机 正所谓当断不断 必受其乱 那么人们该如何平衡 二者之间的关系 做出及时 又适当的决断呢 我们做一个大的决断 你一定要前后都要考虑好 要有证据 否则就给人家有口实 就算你是公的 也把它解释成诗的 那多不好 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提醒 任何事情前面慢一点 后面就省力得多 前面求快快快 后面一大堆问题 那不是得不赏失吗 所以我们要甚至 刚开始前后左右 多听大家的意见 好好的研究研究 今天叫做可行性分析 可行性分析 其实在怪怪里面 它的前制作业 是很谨称的 但是 我们往往太过一厢情愿 太过乐观 认为这样必然如何 所以导致我们呢 做了以后才在后悔 做了以后才在说 哎呀 赶快要救这个 要救那个 搞得本来就这么点问题 就是因为你绝了以后 造成更大的问题 你看那个水库 你为了泄洪 后面把底下的农田 整个冲掉了 那不是糟糕吗 所以要泄洪 你要在三的公告 我们现在水位快满了 你们下游的这些人 要事先做好准备 我们大概一个礼拜之内 就要泄洪了 到时候人啊 物啊 你们自己都要 有妥当的安排 这才叫做怪卦 而不是说怪就怪 说觉就觉 一切要快 因此我们这一集啊 叫做绝起当绝 有些事情是要快的 我们不反对 但是越是大事情 即是要缓办 很多人不了解 什么叫即是缓办 即是就急得要是他缓办 就是因为即是 所以才要缓办 我们的目的 不是说把一个小人去掉 不是 我们的目的 是要把正气为负重 让他真的可以长期 当然说长期 也是比较长期而已 但是最起码 比短暂的要好吧 比较长期的 能够压倒邪气 就好像什么 好像那个水气 好不容易累积起来 好不容易去变云 好不容易去飞到天上去 好不容易变成雨水 那下来之后啊 你就收到一些 比较好的效果 你看急暴雨也没有用 太小的雨也没有用 下下就停 还是糟糕 所以绝起当绝 才能够刚长奶中 这就是邪不胜正 你邪恶的势力 再怎么办 是敌不过正气 所以我们接下来 就要讲邪不胜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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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